哈囉大家好我是漾 那一開始我們直接破題 現在設計師的起薪差不多是25000到40000之間 跟我們所繳交的學雜費 還有所經歷的培養難度完全不成正比 而且這個行業生殖的空間比較小 沒有什麼資深設計師、設計經理、設計副總這種職位 因此很容易變成一個不上不下的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分享7個我認為可行的收入方式 或許就可以幫助你累積創業基金或是早點退休 那如果你有什麼好的方法也歡迎你在底下分享給我 影片開始記得先按下訂閱幫我點讚支持喔 首先難度最低的就是開始賣一點小物 賣一些帆布袋之類的 因為這些打板跟車縫都非常的簡單 那你也不需要大量備貨 你就做出一個sample就好了 那如果有人訂你再進行製作就可以了 那好處就是幾乎沒有什麼門檻 那壞處當然就是你的客員其實也是需要一點開發時間的 所以要用這個方式維持穩定的收入 還是需要下一點心力的 第二個就是教學 不管是應徵學校或是工作室的老師或是家教都是可以的 因為根據我做這些教學影片的經驗 會想學服裝的大概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想做小孩衣服 想做一些自己衣服的 第二種就是cosplayer 要做他們的cos服 第三種就是服裝系的新生 或是想轉服裝設計的人 這三種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好教 就像是我頻道這些基本的就可以了 而家教的部分就比較看你的學歷實力 以及你的公關能力了 因為你要讓父親的爸媽覺得物操所值 而你也要有真的實力去回答一些奇葩的學生問題 就像你可以去看我教學影片的底下留言 甚至還有人問過我說 水剪刀到底應該用左手拿還是應該用右手拿呢 蛤? 那我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啦 而第三個就是接案 無論是這些平面的社群小編或是一些影片剪輯 都是可以的 其實現在一些社群媒體 或是一些廣告的banner 或是品牌logo的需求 其實是蠻多的 你可以培養一份這樣的作品集去進行接案 在你平常下班或是假日的時候 一個月穩定多個幾千塊的收入還是可以的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套版仔 或是一些業餘的假設技師出來接案 所以你稍微訓練一下的話 應該是要輕鬆贏過一半以上的人的作品集的喔 那不然就是你太爛喔 平常沒有在培養美感喔 那影片剪輯的部分就有看你會不會這個技術了 那也有那種單純幫忙上字幕的那種 那就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但是上字幕需要非常大量的時間 所以你可能也要計算一下 你自己的時間是有沒有辦法負荷的 再來第四個就是線上課程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家教的部分再往上升滑 那我會把它列在這個難度的原因 就是因為從寫文案 主持拍攝 後製剪輯 到行銷賣客 這一準算其實要一個人獨自搞定 是蠻有難度的 那我做了四年的YouTuber 才覺得我現在有這個實力 可以一個人一條龍的完成這個課程 因為這四個能力 每一個我都能單獨拉出來講好幾集 包含經驗 要學習的技術 以及了解觀眾的需求等等的 都要一直做精進 所以我個人是不建議大家直接上這個階段的 當然啦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其實要直接賺進好幾桶金 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當然就是出書 這也是我接下來很想做的事情 也實際上是一種人生里程碑的感覺 但為什麼我把它列在比線上課程更難的難度呢 首先你必須還要多懂一個印刷 而且最困難的是你要找到一個能合作的出版商 談好合作的細節 利益怎麼分啊 版怎麼排之類的這些東西 最後呢你還要真的能把這些書給消出去 所以呢至少至少你要花個一到兩年的時間以上 你才有辦法看到成果 再來呢就是跟我幹一樣的事情 來當KOL來當網紅 而這個呢我放在難度第二高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有蠻多話可以說的啊 那如果你不在乎社會風氣 不在乎社會觀感 那其實會簡單很多 我建議你呢就是拍片像星山社啊 或是新聞政治美食啊 理財這種東西 那一開始呢能蹭流量就盡量去蹭流量 那你一開始起步的粉絲累積啊 或是流量觀看都會快上不少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想要做這類非常地域的主題的話 我會勸退你 如果你沒有長期抗戰的心理 前三年呢完全拿不到任何的收入 以及90%以上的機率 會以失敗收場的話 那你基本上是不建議你踏入這行 我花了一年獲得100個訂閱者 兩年呢達到1000個訂閱 到現在四年多了 也不過就有這樣的程度 而這其中最可怕的其實是一個人的孤獨感 就像這個頻道呢其實你要知道沒有任何人能幫你 這一切東西呢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建立起來的 我每天其實也都會懷疑說自己做的這件事情是不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而且呢都會有很多帶著惡意的人或是留言來接近你 而且每一週都要更新的壓力呢其實是很大的 我的生活呢已經變成遇到惡房東啊或是詐騙 我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會趕快錄影想說 欸又有新的題材可以拍了耶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KOL的本質呢就是把我的生活全部賣給你們 所以呢我其實已經沒有我自己的生活了 再來拿到最後一個呢就是去搶Media的工作 那我把它列到最後一個最困難的原因呢就是 多數的設計師呢是沒有我這樣的人生閱歷的 也沒有我的攝影跟剪輯能力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搶一些編輯啊 廣告導演啊或是一些攝影師的職位的話 那你可以提早準備一下這方面的能力 因為我們學校的Design呢跟Media的強度 其實完全不在一個等級 所以在你有設計能力的情況下呢 那你搞懂Media在玩什麼之後呢 你去搶他們的工作其實是很有優勢的 那當然最後就是看你們的這些Media的學生搶不搶了 而今天呢像是什麼虛擬貨幣啊存股之類的東西 那我就不講了 這七個方法呢是我覺得最有可能實現的 但其實本質上呢就是現在的設計或是你做設計師 一定要會行銷自己 就像我幾年前就領悟到的 設計師的命脈就是知名度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需要的能力呢真的是變得很多很多的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成為新時代成功的設計師呢 那就做好心理準備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 我們ам就不會 خeditä ency rate 真的是 我跟他說 我們做 session сю 可以說